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这周是长周末,所以我非常好地利用了这三天的时间 我带着宝宝出去玩,买了很多的菜,然后做了很多的美食 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整理了一番 今天是长周末的最后一天,我的打扫也接近了尾声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show up一下自己的结果 就做饭,做家务这一块,其实我是很喜欢的 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平常我不上班的时间,80%的一天我是在我的厨房度过的 当然因为我们家的厨房跟客厅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大家聊天啊,吃饭啊,准备菜啊,洗碗啊 跟宝宝的,跟宝宝互动啊,玩啊,都在这一个区域里 所以这里的整洁和这里的有秩序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里就是我第一步清洁的地方,我的厨房 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集,我给大家想看一下我怎么样整理我的冰箱 我觉得冰箱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藏入纳垢的地方 因为有一些食物被放在了角落,你就会忘掉,然后它就会变坏 其实是浪费钱的一个过程 同时它有一些菜的须须扎扎也会留在冰箱里 藏在表面或者是被一些粘液粘在那个冰箱的那个shelf上 所以就会很脏,日积月累,冰箱里其实藏满了细菌 那么对你吃尽嘴的食物来说,它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是如何清理我的冰箱 且我怎么样保持出它的秩序 看是不是很有秩序呢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都是怎么整理的吧 首先在整理的当天,我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放kitchen island上 然后把里面每一层的shelf,因为这个shelf是可以拿掉的 所以我把每一层shelf都拿下来单独洗 然后抹干了以后重新再放回去 所以整个冰箱打开来会比以前更加的明亮 因为它的这个shelf的透明度会更高,然后它光线折射出来的亮度也会更高 所以打开冰箱里一瞬间人的心情是明快的 然后呢,我就开始organize 我要知道我每层大概是想放什么 比如说门上,我就是第一层我是放一些饮料啊 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你会切半个的柠檬啊 然后这有一些guacamole的这种小小的一盒一盒我会放在这里 下面一层呢,我会放一些跟奶制品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家宝贝非常喜欢吃这种cheese stick 但是我觉得它零散的放在冰箱里很不好看 于是我就拿了这样一个mason jar 把上面那层拿掉,然后把就是cheese stick都插在了里面 然后后面呢,是我的一大盒cheese 就是我平常吃sandwich的时候会里面放一点 抹上厚厚一层 然后这里的剩下的酸奶,这只剩下一盒了 就是酸奶我也会放在这一层 然后我老公比较喜欢吃大粉滑的面包 所以他的面包我也是放在这一层的 在下面这一层呢,现在暂时没有什么东西 我先生跟我妈妈很喜欢喝豆浆 所以这层一般都放他们的豆浆 因为豆浆的那个盒子呢,一般是这么大的 它非常非常大,然后它每次去大粉滑 一般会买好几盒 所以打开的那一盒我就会把它放到这样的一个大的mason jar里面 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占用太大空间 然后最下面一层呢 是放在这种大盒的 没有开的豆浆和宝贝的奶 我是建议呢,如果你们家喝奶不多的话 不要把奶放在门上 因为温差会很大,一会开一会关 所以这里如果奶放在这里的话很容易变坏 但我们家奶消耗的非常快 所以我就觉得放在这里无所谓 左右两层的shelf,我不会把它统一放在一层上 因为我觉得不同的高度给我更多的收纳的方式 所以我是把它们错开来的 这边我是用一个小小的这种框子 然后上面我就写了eat soon 我是喜欢把东西要归类一点 这样如果别人找的话也会比较方便 你自己也不容易错过那些比较容易坏了的东西 我有自己切了几片番茄 早上的话我比较喜欢吃三明治 然后里面我会放一点切好的番茄 然后这里面呢是我最近自己做的 guacamole 然后这还有一个大的 是还没有吃的 那个是正在吃的 然后在后面有一个蟹肉棒 我是也会放在三明治里 或者是放越南迷之卷里 然后还有一个火腿 比如说炒饭的时候我会放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energy bite 我是用燕麦碎,坚果碎 然后干果 然后利用花生酱的粘度把它粘成一个球 然后在冰箱里冷冻以后就可以直接吃了 这一层是我放我的豆腐的 因为我最近我们家很爱吃豆腐 所以我就暂时放在这里 这一层呢我也没有给它起名字 因为它我随时会可能变成别的东西 我的口味是一直非常爱变的一个人 这里呢是我放水果的地方 暂时呢是三种水果 一个是 暂时呢是三种水果 就是里面是葡萄 然后是樱桃 然后上面是我切了一些雪橙和一些 柠檬 这样我平常泡水的时候比较方便 这上面这一层呢我是奶蛋系列的 这一边是就是一般的超市会买的 买的蛋呢 我一般是有两盒的 所以把它们stack在一起 边上呢我是放了一个这个框房 这个框房是专门放我们家宝贝的奶 一般就是超市买那种三袋 一包装的就是其中两袋 我就可以放在这里 另外一袋放在门上 这两层呢都是我的sauce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爱做饭的人 基本上我一周很少很少会在外面吃 很爱做饭的话 我对sauce的要求也是很高 所以我们家sauce非常多 那有一些打开了 我就觉得还是最好放冰箱 比如这里面有一些是我 我们家的海米 我做饭一般比较喜欢放海米 因为提个鲜嘛 取代了不健康的鸡粉啊 胃筋啊 而且虾皮的涵盖成分特别高 还有我一般会备一个这个 kimchi 就是这个韩国泡菜 因为我觉得它做菜炒饭的时候还挺棒的 如果你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 不想吃特别健康的时候 可以用泡菜取代汁 就是酸酸辣辣的比较开胃 然后还有一个韩国的这个辣酱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黄油 这里面也是各种sauce 就是最后是甜面酱 然后是巧克力酱 花生酱 然后mustard 和第一瓶是番茄酱 我先讲最下面两层两个抽屉 这边一般是蔬菜 然后这边是水果 稍微体积比较大一点呢 我会放在最后一层shelf的左半边 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蔬菜 像这种切了一半了呀 或者是剩下来的 我就会放到这样一个container里 最后面我放了一个南瓜 最近我比较喜欢吃南瓜羹 然后这下面一层呢 也是其实跟eat soon差不多 也是一些left over之类的 然后这个呢 是我最近给宝贝做的南瓜羹 然后这里是我昨天晚上吃的剩饭剩下来的 然后底下是一些鸡头米 一个小小的盒子 如果说今天中午饿的话 也可以当着一顿饭吃 这一盒呢 是煎了一些鸡胸肉和一个beef patty 也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就平常可以在自己在家 吃一个很健康的牛肉汉堡 最下面一层呢 这个抽屉 就是也是一些蔬菜 比较平的 那这个是 这个是生菜 这边是香菜 这边是deel deel我一般喜欢做鱼的时候 放一些deel 我觉得比较有味道 然后这边是我妈妈做元宵的一些料 都给他放在这里了 然后on to左边 因为上面有个大冰桶 所以下面并放不了什么东西了 第一次香肠 我老公最爱的香肠 他永远会家里就是常备这个香肠 然后这个呢 是nandos peri peri sauce 这个就是我上次costco hall里面讲过的 那个pickled jalapeno pepper 下面呢 是一包艳皮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吃艳皮 他也会给我们做一些艳皮汤 这边是一个mayonnaise 那这就是一个overview 那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freezer吧 我的freezer freezer是有两层 下面一层是这样 这一溜和这一溜是茶叶 然后左边呢 是基本上我妈妈比较喜欢吃的 玫瑰细砂 然后艳皮 还剩下的一些皮 然后这边呢 是宝贝吃的一些甜点 就是面馒头啊 豆沙包 流沙包之类 然后最底下我放了一些冰淇淋 那下面这层其实很简单 上面一层才是我们家主要吃的东西 这边呢 主要是海鲜啊 大肉 比如说 这边是牛肉 那牛肉我一般买回来 我就会把它分成小份 一个个放进来 然后这边是鱼 Asian Soul 有鲜鱼 然后虾 然后这边是 Scarat 就是很大的那种 我非常喜欢吃 中间呢 继续 Again 非常非常多的茶叶 我们家非常爱喝茶 然后我买的一些 这个Guacamole 还有比较多的 我就把它先冷冻起来 这样不会坏 这边呢 就是一些 是计时类的 比如说有这个 毛豆啦 比如青豆啊 玉米啊 火腿 然后这边还有 我自己做的一些 牛肉丸子啊 还有 还有几块烤的鸡胸肉 然后比较多的 我就会把它放在冷冻里 这样来出来是比较新鲜的 还有一个 这个是Costco买的小馄饨 也挺好吃的 推荐给大家哟 那这就是我的冰箱啦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下一次我们做一支 这样的视频给大家 教大家如何 收纳自己的厨房 归制自己的厨房 然后呢 我的pantry 就是我们家 还有个小小的干货间里面 我也是每一个shelf 有很好的收拾 整理 就是一目了然 让人看 就是走进我的干货间 因为觉得心情非常好哟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给我点赞哦 还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